新庄儿童艺术季第三场周末晚间在头前运动公园顺利来举办了 新庄区公所特别邀请小朋友最喜欢的苹果剧团前来演出 区长也表示连三场的新庄儿童艺术季全都圆满怒目了 希望能够带给全新庄的民众最开心充实的暑假时光 新庄儿童艺术季第三场周末晚在头前运动公园顺利举办 新庄区公所特邀请小朋友超喜欢的苹果剧团前来演出 许多爸爸妈妈都特别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表演 新庄儿童艺术季第三场苹果剧团的演出爱道歉的小狐狸 现场呢许多的爸爸妈妈都很开心的带着宝贝们一起来参加 谢谢我们市政府谢谢区公所这么用心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最重要的小朋友今天晚上活动结束以后 你要跟爸爸妈妈说谢谢 暑期时光连三场的新庄儿童艺术季 每个场次表演内容都不同 也分别在新庄不同地方举办 新庄区公所用心规划就是希望能照顾到全新庄的民众 我们第一场呢是在位在中间的新庄运动公园 第二场呢是让南新庄的小朋友们比较方便参与的明安国小 明安国小里面 那第三场是在我们北新庄头钱重画区这边的头钱运动公园 希望这样子的三个场次的分布能让我们全新庄所有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都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新庄儿童艺术季 最后一场的苹果剧团演出音乐歌舞剧爱道歉的小狐狸 演员的表演逗趣生动 欢乐的同时更希望透过故事告诉小朋友学习尊重他人 演出内容寓教于乐 让很多大小朋友都度过开心充实的周末时光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